我最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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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是人 磅礡的音樂 再配上壯闊的自然景色 俄羅斯國慶日影片 要對外展現在這方水土滋養下 俄羅斯底靈人節 新俄羅斯 俄羅斯612國慶日 官媒卯足了勁拍片宣傳 我是俄羅斯 謝謝神經病 尤其陣逢烏俄戰爭期間 俄國大兵無疑是影片的主角 前縣士兵還拿榴彈炮當禮炮 俄羅斯總統普卿 在國慶演講上 也號召全民團結 面對烏克蘭強勢反攻 奪回七個村莊 苦親加強鼓吹愛國情操 他也特地在國慶日這天 前往醫院探視傷兵 頒發獎牌 俄國官媒則公布 由學生致工到赫爾松淹水災區 協助撤離民眾和運送物資的畫面 但有當地民眾出來打臉 說當時撤離時不小心遺失俄羅斯護照 結果遭到俄軍追殺 究竟是誰炸壞俄羅斯大壩 目前還無人得知 前線俄軍傷亡情況 外界依舊物理抗花 一位叛逃到立陶宛的俄國反戰飛行員 罕見接受BBC專訪 提報更多俄軍士氣滴落的案例 他因為反戰開戰初期就申請退役 結果失敗 還表示儘管軍中立場可能不相同 但大家一致確信 前線進展根本不順利 還有他們入伍後 領到的薪水 其實只有政府公布數字的一半 部分是由俄羅斯人士提供 他正在俄羅斯人士提供 我們必須提供行動 而且會有更多痛和苦 正規軍都存有異心 更不用說外包的瓦格納雍兵團 俄羅斯國防部只好找車程特種部隊簽約 國會議員也喊話領袖普利格金 說愛國就不要脫鉤 我相信這個合約 也許所有公司 在俄羅斯人士提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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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裏提供行動 這裏提供行動 至於烏克蘭和北越國家 關係越來越緊密 荷蘭國防部長表示 最快今年夏天就能開始訓練 烏克蘭飛行員 駕駛美國F16戰機 荷蘭正準備改用F35戰機 目前有24架F16戰機 逐步轉換後 就能把F16送給烏克蘭 其他北越國家 包括美國與意大利 以及法國與波蘭 都重申將繼續支持烏克蘭 波蘭總統杜達還喊話 希望北越盟友 在7月覆會上 為烏克蘭加入北約 打開一條光明大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